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今天的節目會結束 大約到4時左右 大家有問題可以留言問 首先看看大市 今天早上應該要補列口 補到3萬018點左右 今天恆指方面 其實最低已經試了這個位置 即是今早早已經補列口 大約正正在3萬019點 今天最低位 即是在這個位置見了一個底 即是立即彈了上來 現在轉升 非常厲害 今早早曾經跌至近500點 然後美市跌幅收窄 收窄到現在轉升 即是探底再回升600點 即日波幅有600點 其實是一個挺利好的信號情況 北水午後又回復買入港股 令港股午後繼續做好 我們現在沒有看圖 沒有看圖 只要看看價格 現在可以看看 如果留意的一些股份 看到成交壓榜上面 一些 今天有看過水泥打上來 海多水泥升近一成 還有小米升一成 小米升什麼呢 就是有新聞說 華為2021年的智能手機產量計劃 降至2020年的一半以下 即是7000萬至8000萬部 在美國拜登政權上台之後 都仍有制裁 因為之前大家憧憬 會否可以解除華為的制裁 但也還有 華為的5G機營零件 仍無法採購 作為主力業務的智能手機減速 可能對華為的經營造成巨大影響 相信也是這個消息 刺激著小米 應該說 都不是5後 即是臨近大概3時左右 突然之間 原本都比較疲弱 突然之間一下 就一舉升穿了50天線 小米的話可以看著 27.05 這裏 就是比較重要的位置 就看著27元 如果你說買又是升一成 我就習慣不買了 不過就 如果你說 今天可以去留意一些相關的消息 都可以留意下個星期的重磅消息 就是有大象匯控公佈業績 現在雖然都跌著 跌著2% 但整體走勢都不差 今天又是低位有承接 上來 亦都可以留意下 究竟是否可以 還有它本身破了位 這隻之前都有說 在炒復蘇裏面 是一隻炒復蘇概念的股份 這隻5號仔 整體其實你說 炒復蘇除了就是有 就是炒復蘇 除了是有這個 金融股份 還有就是一些 銀行業股份 還有就是一些 旅遊那些 大家經常問賭股之外 其實還有就是 資源股 其實都是一個全球的炒復蘇的 大的形勢裏面 資源股裏面 其實有幾隻 很多隻都是做好 譬如現在的 如果你說金屬資源的 其實就有299指金 現在就是升2% 佈14.02 這隻其實剛才中午都有去講過 亦都是可以去考慮資選 另外就是還有3993落目 現在都是開始上升 升1% 358 358江西銅 亦都是做好 近期都非常強勢的 這幾隻 都是可以留意的 資源股會升4% 不過江西銅就略嫌它 現在升得比較厲害 就未必想現在去買住了 那資源股呢 為什麼這麼強勁呢 其實就是 因為之前說疫情的時候 其實這些商品價格 其實比較疲弱一些 因為在最嚴峻的時候 很多企業就縮減了資本 開始來迎戰寒冬 現在要開始準備復甦 其實出現一個重啟投資 就供不應求要搶貨的情況 那你見到現在很多的資源股份 包括是 金屬資源股啊 譬如 還有石油 銅、鋁、鋼、鋼、鋼鐵 基本上金屬是做好的 包括例如 你見到了 今天有些 registration股 其實整個資源股的 不同資源其實做得很好 這個可以非常留意一些板塊 可以在板塊裡面 尋報是什麼時候選擇 其實我考慮我選擇 399365 其實有些 例如347安 Ar架 這些鋼鐵資源股 都可取的 也升近30% 但说稀有性也是选择落木 落木亦是电动车上游资源股份 本身不是只做电动车 因为它也是一个稀土股 现在说打稀土战的时候 落木就是业务包括有沽木沽泥 几种的稀土矿产的采购 它的稀土产量也有出口去美国 相比起钢铁来说 贵金属的稀有性就会大些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升浪里面 破顶之势 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658 为什么收市前突然跌 也不是跌很多 只是跌至近300% 不过比刚才多了 跌至接近10天 因为今早整体整个市场都在跌 还有快快看看问题 因为今天要早些完 780 780 780我们终于有看过 因为现在说到炒复苏 炒航运复苏 旅游各样 旅游相关的股份 包括出行的有1910新秀例 还有今天有看过航空股份 还有豪島股份 全是旅游相关的 中午有看过 陈毅龙说它又不移动 没有这么热炒 但也可以买的 因为都是破顶 如果相关的板块 其实跟它相似的是 就是美国那边上市 有葵程、booking.com、Expedia 这些股份比它强些 其实它现在都不差了 你看看月线图 我记得我们在很远古之前 师傅的讲座里面 我们其实有推价看好这一款 但它有时 譬如好像怡卡 其实看好都要等时间 让它爆发 看看陈毅龙会否借着这个复苏之势 真是可以起到一个浪出来 要起到一个浪之后 慢慢越来越多 投资者关注才行 所以粒粒子说已经有货了 15元 同情毅龙可以了 有货可以继续保持住 甚至想买都可以 现在都继续在炒复苏的大浪潮里面 至于9923 9923回到什么位置可以买 但其实已经连续大跌了两天 现在就跌幅收窄到4% 保102 我看到有些进取的 其实今天买了 就是一些 今天你看到很明显 它有一个长的下影线 就是低位又买盘的情况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进取可以这样做 但我通常会宁愿看到日 那这里其实就是 指赚指舍位95.7 你等它这个位置 现在100 你等它明天真的 现在企稳到100收 星期一回来 企稳100再起动 寧愿就是 寧愿买贵一点 但你看到它 真的有个整雇元的势出来 你才去买入 到时候我们 譬如还可以用到今天收市位 来做指舍位 就会好一点 如果不是 这些位置买 不比较 有个 小心一点 它个个好淡真词的情况 虽然我们看好的 不过 都是短线升得多 你看看它是不是 现在这一阵 已经消化完的沽压 你才去 入场 如果未买的话 753 什么位置入好 IC 都是IC 因为它这两个问题 就很值得回答 753 这间国行 可以 现在可以买 今天中午都说可以买 今天中午都说可以买 它是 真的就是差在 没有近指舍位 今天中午说 但是 你如果真的要放 你放近一点 放12月的前顶 加我们这个 2月的裂口位 用6个1来做指舍位 然后上网就看破底 现在都可以买的 继续都是在 全球都在炒这个 复苏里面 值得去留意 那 SC 说 入1211 还是1024 好呢 你说如果两者来看 虽然1024是炒的 但是我就比较看好1211 但1211 其实还在环行整固里面 即234至278 你如果不介意等下 1211可以入 但234做指舍位 那1024呢 1024如果你想入 我会建议你不如就等多日先 现在叫做初步有些奇运迹象 看看星期一 也都 看看北水是否是星期一买货 才再部署了 那现在呢 竞价当中的恒生指数升幅 缩乘回升五十九点 到三万零六百五十五点 其实呢 大家之前在冲警 北水会否放完价 买货 其实北水都会不时有流出流入的 不同的变动 到现在呢 其实 你看到这两天 昨天又说流出 今早又说流出 下来又流入 其实那个流出流入可以很快 那未必要跟着它 太过被它震动 或者影响着自己原本的持舱 其实最重要的是判断 究竟它是真的大手的 整个市场倒过中股货 还是只是短线回调呢 很多时候就要看回 那个幅度和情况 比如都是最主要 其实你说最可以准确 或者最有规矩切到流量度的 其实就是看回自己个别股份的 一些位置的部署 你说调整完美呢 我觉得有机会 如果你看看星期一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说北水流入 很多时候是星期一 买货多流入多些 所以我们就看看 现在算是 试完列口底 3018点 有承接 上回来 还要跌转升 看看星期一 是否可以继续去向上 好了 那今天节目时间 要提早完结 今天要做一个电话的节目访问 那我们就 下个星期一之后再见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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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